今天的这个酱香饼你们一定要去做一次 真的太好吃了 昨天给朋友们尝过之后 都说吃是真的好吃 就是量太少了 所以今天天没亮 又爬起来给他们做了两锅 现在和面团 这是我这个店饼成一张饼的配方 高筋面粉加糖盐 先用100毫升开水和面 拌成面絮之后再加80毫升凉水 混匀之后揉成没有干粉的面团 然后盖上保鲜膜松弛20分钟 松弛过后的面团随便揉搓几下 就会很光滑了 面团揉光滑之后 在表面倒一点油抹匀 然后盖上保鲜膜继续松弛半个小时 这个时间段我们可以来准备酱料 酱香饼好吃 酱料就是灵魂 先将葱姜蒜打成末 然后锅里倒油 油热之后再下葱姜蒜炒香 炒到这种颜色淡黄色 然后加三种酱料 继续炒香 炒酱料用小火 大概炒三分钟左右吧 再加清水盐糖 炒油 继续熬一分钟就可以关火了 关火之后再加辣椒油 辣椒油的制作视频 以前是有发过的 有需要的话可以去主页 往前面翻一翻自己找一下 熬好的酱料 再倒进破壁机打成这种糊糊 真的特别的香 接着这条油酥 10克低筋面粉 加10克油拌匀 稍微多一点也没关系 然后将松弛好的面团 移到垫子上压扁 再擀成大大的薄饼 擀薄之后 再在表面均匀的涂一层油酥 涂好油酥之后 再在不切断的情况下 分成七份八份都没关系 然后再将每一份叠起来 留着盖在最上面的那一份 可以稍微切大一点 将整个面团包裹起来 然后盖上保鲜膜 继续松弛10分钟 松弛好的面团 再擀成一张大大的薄薄的饼 然后用擀面杖卷起来 铺到电饼盛里面 饼皮擀得大一点没有关系 可以这样皱皱巴巴的铺进去 然后表面均匀薄薄的刷一层油 再盖上盖子摊大概3到4分钟 然后开盖翻个面 这个底部的饼皮翻上来 口感是很酥脆的 然后表面均匀的刷一层酱料 再撒上葱花和白芝麻 不用盖盖的情况下 再摊2到3分钟 底部也会很酥脆的 切下去声音就能听得到嘎嘣脆的 这个酱香饼真的是超好吃 底部酥脆 然后中间很松软的 凉了也不会发印 酱料特别的香 最好 handler 性 相